台上讲话 这是给我修福报的机会 我一定要让各位欢喜 好像在喝可乐一样 好喝 没有佛法说 我说佛法就是吃的东西 你不能强迫那些不好吃的 硬塞给人家吃 但是虽然我要塞好吃的给你吃 但是因缘所生法 我现在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对质 我必须提出法的观念 如果我认为我不想提出 那我违背戒律 为什么 知而不说妄语 所以各位这一点很难 你知道你儿子有问题 那你又不能不跟他讲 因为你不跟他讲 那你这个做爸爸不负责任 但是你一看他讲 你儿子以后就跑掉了 你没有教育他的可能 你可能说 我儿子要不要吃苹果 你摩托车有没有钱买 他就很高兴 所以佛陀叫我们 你也叫布施爱瑜 首先你要问他摩托车钱够不够 爱瑜呢 你那个女朋友不错 你这个牛仔裤很好看 例行呢 那你必须做他的模范 我老爸是我的模范 各位这很重要 妈妈要做女儿的模范 爸爸要做儿子的模范 如果你的儿女 生生世世想到爸爸妈妈 就会 我爸爸妈妈是我最好的 这种模范 学习的对象 如果一个成功的父亲 这个儿子想说 爸爸叫你去美国读书 爸爸你才是我最好的老师 我说跟着你 接着你老板就好了 老爸一定会毫不吝啬地 把公事交给他 把能力交给他 对不对 各位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特别大称的菩萨 什么叫菩萨 来 众生的模范 你要让对方欢喜你 早上各位一来 你看 先干露事实 让他们吃饱 药师烟供 让他们没病 点阿弥陀佛心灯 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 对他们好不好 好 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说 师父 我们这场法会没什么人 没问题 鬼很动 不用人 神更多 因为什么 得众鬼神情 我讲这个意思 是希望各位在元启法 各位要观想 我们一个人存在 就像刚刚进来 跟佛共乡 我会念 辈赐 香花灯土国 茶食宝珠衣 要做大供养 供养 诸佛菩萨 诸师大德 护法圣神 统统供养完了 所以我孤雅跑到后面 拿三杯水 一杯给祖先 一杯给十方法界 一杯拿到外面的树下 下施有情 对不对 然后呢 拜托我们 赞三法师 赶快给他点点烟 我们再加个药 为什么 念一下 恒顺众生 所以各位 上供诸佛 我们普贤十大远备词 一者礼敬诸佛 所以你进来佛堂 第一个要做了 就是礼敬诸佛 以后人家到你家里 你第一个要做了 不是带他去客厅 是带他去佛堂 这样知道吗 一定要带他去佛堂 拜佛 如果是你的子孙来的 那拜完佛以后 带他去祖先排位面前 点个香 跪 拜 了解吗 你不要说不用了 这年轻人不用拜了 这不用拜 那你教育不好 以后你很难超度 为什么 子女在这个世间所做的 生生世世影响你 一个出家人 度一个人出家 不好教育他 等于杀死五百个人 佛说这样说 你要度人出家 或是说你要生一个小孩 你不好好地引导他 因为他是我们产生下来的 他所行为 一切都会影响你的 在这里面有一个佛教的故事 顺便讲一下 那 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有一个三十岁的 做事业的 我们欢迎一个 美国动物保护协会会长 鲍勃先生 那旁边可能要做一个 会讲英文 好咯 鲍勃 鲍勃 或是有人会讲英文 我们鲍勃先生一辈子努力 要提倡吃素 叫人家要放生吃素 上回要带我去韩国 叫我跟韩国出家人演讲 因为他们还在吃肉 鲍勃说这样不行 想尽一切办法 要尊重生命 吃素 所以用尽各种方法去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人有个愿力 活了就有意义 所以我想 每一个佛是因为他的愿力而有生命 那趁愿再来 好 我们又讲回来 所以这个三十岁的 做生意的人 有一天跑来找佛陀 我说佛陀 你救救我 听说你那么出名 我现在生意不好 然后太太天天跟我吵 然后我身体又不好 我真是没办法了 佛陀 大家拜你 你来救救我吧 因为他不是皈依弟子 他没听过佛法 佛法 佛陀也没给他讲太多 佛陀说 好 你回去吧 我会加持你 各位请记住这句话 所以你平常要一直累积功德 累积福报 那这个人来跟你见面 你要哄啊哄 回向给他 那当然佛陀是圆满 我们是不圆满 然后佛陀呢 就怎么样帮助他 佛陀有神通 阿罗汉还要路定 临近闭起来观想 佛陀不用的 佛陀只要你坐在他面前 你的过去未来 他通通知道 所以 佛陀就跑到他前世的家 他的儿子还在 那佛陀就化成一个普通的出家人 但是外表很清净 然后佛陀的威仪就感动了 这个 他前世的儿子 他出来看到这个出家 哇 这个沙门这么清净啊 哇 师父你又没有喝水啊 所以各位 外表重不重要 不要长了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 这很不慈悲 所以我师父常给我交代 没事要笑 我们那个恒春呢 热起来的时候 四十几度啊 每天 他叫我出去一定要穿好 穿好 戴好 胡子摸一摸 出去度众生嘛 哇 热得要命啊 但是他说 走路要注意 讲话要注意 脸要微笑 吃完饭啊 饭菜要收一收 因为你要度众生 每天吃不一样的素食馆 那意思是说 因为人的外表 会去感动别人 所以摄利佛尊者 目见仁尊者 之所以能够入佛法 是被那个威仪的 马圣比丘感动了 对不对 马圣比丘都没有讲话 只有在路上走 就感动了摄利佛尊者 哇 你的师父是谁啊 你的老师是谁啊 那马圣比丘 我的老师叫佛陀 那你的老师说什么法呢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坐如是说 哇 摄利佛马上开悟了 各位我念一遍 你开悟了没有 意思是说 我们善根不足 智慧不共 因为你不想思考 你只是想说 诸法因缘生 听过了就算了 但是摄利佛要智慧 为什么叫诸法 我认为这个世间有个主宰 大饭天 神在控制 那为什么讲诸法 因缘 没有一个主宰呢 他当下就正的出国 各位 什么叫正的出国 五官就会放光 就会五官很清楚 回去照照镜子 是不是憋在一起 这个怎么分 叫五官很清楚 这个要老上才会看 我说这个人来 这个人可以出家 这个人五官分明 那我就问我说 怎么看 以后你就会知道 你不开 你也不知道别人开不开 五官分明 然后呢 施地佛五官分明 哇 发喜了 我终于找到最好的老师了 所以他回去就跟目见人说 哎呀 我们两个在追求真理 我终于找到最好的老师 叫佛陀了 他讲出了 诸法因缘生 这个世间没有不变永恒的神或主宰 这个世间一切都只是暂时条件和合的 各位一定要思考这个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家没有佛陀的设立子 只要有这四句话 在辈子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厦门 常作如是说 那这四句话 叫法身设立 真正的设立子 所以所有的佛法 就不离开这个缘起信空 万法都是因缘合合 没有不变的 单独的主宰的存在 所以这个世间 说其他我们会说 有个神在主宰人类 这不符合真理 因为上帝神也好 他也是个因缘存在 请问极乐世界是永恒存在的吗 他也是因缘存在的 阿弥陀佛 那哪一天会换位置 给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换位置 给大师之菩萨 那这个极乐世界 随着我们一直在变 为什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我们大家的功德 一直供养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有没有越来越庄严 各位早一点做投资 所有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请问 你要去极乐世界那朵莲花 看见了没有 虽然你还没看见 那个莲花越来越大 你每天在累积功德 你这个莲花 以后也会大到你 这一朵莲花 可以一次再百万个众生 一起去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 有钱就买大车 没钱骑脚拉车 所以各位要累积福德善根因缘 每个人所看到的那个花 不一样 以后你往生的时候 随着你的善根福报 你看到佛也不一样 看到你是看化身佛 还是报身佛 还是法身佛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的是 哇 法身佛代表上品 所以我想净土的经典写得很清楚 所以 那摄地佛提供这个道理 跟穆建年说 哇 穆建年很高兴 我们终于找到老师了 我们一直在追求真理 但是找不到 所以两个就去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拜了以后 穆建年一个礼拜就正阿罗汉 摄地佛比较慢 两个礼拜才正阿罗汉 各位来金中学会几个礼拜了 不要说正阿罗汉了 信心不退 已经就OK了 各位要不要往生净土 OK了 生死大事早已解决 所以各位阿弥陀佛说 你把你的心交给我 我守护你所有的生命 各位把心交出来好不好 不要交给你老公 不保险 但是现在人把心交给儿子 交给老公 交给地位 那你的心脏快破掉了 所以阿弥陀佛说 把心交给我 这个叫归命阿弥陀佛 一心念佛 所以摄地佛跟穆建年 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地正阿罗汉 他们找啊找啊找啊 找了这么多就真理 终于透过马圣比丘的威仪 跟一句四句句 他虽然不会说法 但是他会背这个句 他就马上就开悟了 那两个就归命 我们叫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叫南无 来将自己 敬未来尽 的身口意 整体的生命 交给阿弥陀佛 依头阿弥陀佛 好不好 这个叫南无阿弥陀佛 我发现有些人嘴巴念阿弥陀佛 他还是交给自己多一点 对我师父说 他阿弥陀佛 跟我这个阿弥陀佛 不一样人 因为他用他自己的想法 去诠释阿弥陀佛 甚至利用阿弥陀佛 来凸显自己 记住 有很多这种人 因为我以前出家 有一些道场 我师父叫我去住 他叫我去看 白天他就 阿弥陀佛 你们都念佛 念佛 出家人 到了晚上 他自己都不念佛的 他是这样做 然后他心里 一直都是他的 他的道场 他的钱 他的地位 所以有时候 我师父就会说 出家不如在家 在家这么认真地 来拜佛 供养 反而出家以后 不容易 他要去执着 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 学佛一定要有 这个念一下 艳离心 这个艳离就是出离 对世间八法 对世间的一切 这些已经看透了 他已经觉得 这个念